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麥湯和烏吉達的最新訊息 我都等了一整天 以為Fabricio Romano說今天有機會有消息 暫時未有再新的消息 不過麥湯補充一些資料 麥湯已經接受了拿波里的薪金 但是還有什麼呢 記不記得雲比薩卡離開的時候要談萬聯要補錢給他 原來麥湯的情況跟雲比薩卡一樣 要看看萬聯要補多少錢給他 當然 求會和求會之間3000萬的歐羅 轉匯費已經談好了 亦有銷售價 如果他越來越強 再賣出去的話 萬聯也有分成 我都希望是這樣 對麥湯也好 對萬聯也好 但是 看看萬聯的 補錢給他那裏搞成怎樣 應該也不是太難的 因為之前雲比薩卡也是搞得好 另外 Fabricio Romano剛剛 其實也是今早的影片 也有關於新組的情況 新組的情況也挺有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昨天 我的分析 祖雲達斯已經簽了兩個逆風 Francisco 以及Gonzalez 會不會簽三個那麼多呢 所以我昨天 覺得新組的機會不是很大 但原來大臣 最新的影片也說 其實他覺得新組的機會也挺大 我跟大臣的看法就不一樣 當然 他可能有些我不知道或未能說的資訊 也不一定 但是 純粹站在祖雲達斯 和新組的立場 我覺得談了那麼久的結論都未談得好 然後祖雲達斯 又想說 要借 萬聯真的未必製 除非 如果暗瓦底 新組 和坦克 真的已經完全決裂 那就有機會 但如果不是 也有機會用到的話 我真的覺得 這樣強硬借出去 我們又要補薦 不知為脈 Ferbicio Romano也說了一件事 其實 上星期開始已經有傳 但我覺得 沒有一些比較有credit的人出來說過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跟大家分享太多 我覺得趨水多 但是 剛剛 Ferbicio Romano也有說 就是車仔 也對新組有興趣 但大家都知道車仔現在亂個亂世界 球員多到 網上大家都看到一些 造圖 不是真的 醫室有多滿 吃飯的時候有多逼的 那還是不是真的簽球員 那麼 原來大臣就說了這件事 相對來說 就比較合理 就是什麼 原來 車仔 在想 可不可以換球員 用新組換 而最大劑的是什麼 是換誰 換Stirling 250 老實實 你問我的話 其實不是亂說的 有機會或者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兩個人工都高 兩個人工都有一年多 但是新組比較年輕 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兩個都是打易風 兩個都是球會不會用 究竟這件事會不會搞成這樣 不過 我記憶之中 新組應該年輕 Stirling幾年 所以 如果這件事就這樣換 就虧了 當然 我們也解釋過很多次給大家聽 黑記憶也流過很多次 就不會swap那麼蠢的 當然大家都互相賣 兩單都要分開 希望 在FFP那裏有好處 拿回優勢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拿新組換Stirling 因為 如果你問我 新組 適合現在的曼聯踢法多些 還是Stirling 適合現在的曼聯踢法多些 我就一定選新組 所以 今天會有個投票 我會在whatsapp channel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做到投票了 或者遲一點點 我立即做 究竟如果 真的二選一 兩個選一個 要是新組 要是Stirling 兩個都是人工貴的 你覺得他們兩個 誰適合曼聯 現在的踢法多些 大家一起投票 看看 究竟我們怎麼看 各位巴友 各位曼聯球迷 這個就是 其實原來是Telegraph 的消息出來的 但是 大臣也有說的 所以不單止一個消息來源 也有說 情況 Telegraph就多說一點點 因為 祖雲達斯 始終因為人工那方面 卡住卡住卡住 說真的 祖雲達斯當然是想 曼聯付回多少人工 但是祖雲達斯 又可以用一個 可能不用 說真的 如果曼聯貼了人工的話 可能根本 祖雲達斯就出很少錢 甚至乎不用怎麼出 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曼聯 我也是那句的 沒什麼好處 如果強行賣 祖雲達斯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新祖要走 反而車仔 在現在這一刻 可能機會更大 因為祖仔始終已經簽了兩個逆風 而且祖雲達斯也沒有賣到機械沙 這是最有趣的問題 祖雲達斯也沒有賣到機械沙 如果不是的話 就沒有理由做這麼蠢的事 最後也看看 其實 曼聯貼了一個 帖子 曼聯還有什麼球員 接下來這幾天會賣走 因為不確不確 月會槍真的到了尾聲 很快就完結 他那篇文章就寫了 星期五 就完結了 30日嗎 25、26、27、28、29 29日沒理由星期五 遲些我搞清楚 最尾的結尾是什麼時候 就再跟大家說 因為我看了這篇文章 他就說去到星期五 但我記得應該是31日 沒有理由星期五就完結 他就說 曼聯有三個球員 還有機會清酒的 在這幾天裏 包括麥湯 說真的麥湯真的不能稱為清酒 第二就是新組 第三就是還有一個 其實我們也有提過 之前有些消息 但仍然沒有聲氣 就是看尼伯 21歲的球員 之前就傳說 搬來對他有興趣 但是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最新的跟進的消息 也沒有什麼新的聲氣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走到呢 暫時來說是一個未知數 我亦都覺得 看來拔在曼聯的機會 我猜真的會很敏邊 其實不說不說 他都在曼聯留了五年 之前在U隊 然後也上過一隊踢過 但是看來 曼聯用到他的機會 就不太大 而且他的進步性 可能真的不夠強 因為當他在U隊的時候 當時覺得他真的 很看重 但是始終現在 到了這一刻 他仍然 還沒有 去到一個水平 我猜我們 萬聯可以用到他 或者踢法上高 也未必可以用到他 所以就變了現在 現在 情況 就可能要去 其實他只是說這篇報道 我看清楚了 是說這篇報道 不是說星期五的 大家搞清楚 總之我今晚搞清楚 究竟的deadline date 是去到30日 還是31日 下一條片跟大家說 還有 今天 如果沒有突發事件 就不會有片 但是如果看到 片的話 就知道有突發事件 應該有Hiri Go 諸如此類的事發生 你問我機會大不大呢 是有的 因為麥湯那裏 我相信 萬聯計數 跟他計數 應該是不難解決的 但是至於 烏加達那裏 是不是真的 隨時預備好呢 這個就 Fabricio Romano 直接說他 叫萬聯叫定 他隨時預備 飛 但是 麥湯那件事搞定了 是不是也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沉澱一下 再做這件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 Anyway 希望 還是那句 盡快搞定 因為我聽了 我自己說 烏加達就幫到一半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半的問題 都是未解決的 中場那裏說 但是很多朋友都很想烏加達加盟 我也覺得 尤其是看到卡斯美魯 他始終都不能夠長場踢 我初初跟阿麻英聊天 我就說一周一賽都應該OK 但是發覺原來一周一賽 可能對於他來說 尤其是對於一些中場活力比較大的球隊的話 他現在這一刻也有點虧張 所以來說 我覺得烏加特尼絕對幫到手就是 在不同的對手之下 可以 輪流 出烏加特或者是卡斯美魯 變了 就有一些不同的方案去應付 不同的對手中場那裏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 萬聯真的要對很多不同的對手 又有歐洲賽又有很多選擇 絕對是好事 OK 那這次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 記得投票去WhatsApp Channel 在那裏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